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昨天晚上去看了一下 但是他们说这个电影一定要看IMAX 但是我在香港就看了小影院 说实在话 我就说如果不是诺兰的电影 如果你不提醒我是诺兰的电影 我想我可能会看丢很多东西 甚至于你猛一看 你可以觉得是不是有点闷 但是因为是诺兰的电影 所以就认真地去看 阅读期待 徐老师评论评论 徐老师二战专家 哪里谈的少二战专家 给我拿了二战全史 徐老师 正版的吗 你尝一下 现在我们嘉宾做节目 你都是显示自己有知识 有依据 但是警惕 这个是BBC的角度 英国的角度 那你的角度是什么 我关于敦克尔克这一段 我是不是讲电影 我是讲那段事实 那个我很早以前看书的时候 就就是很着迷 就关于这一段就很着迷 这一段在二战史上 是一直是一个谜 一个谜团 就是说为什么德国的坦克军团 就是这么顺利的进军 到了那个地方 突然停下 停了差不多七天到十天 这一下子就救了这个四十万的这个英军跟法军 就就被认为是二战 希特勒第一个最愚蠢的决策吗 就是搞不清楚 到现在我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讲法 就是说一种讲法呢 就是说我原来看到的这个威廉夏宜乐的 那个第三帝国新王里边 他说呢 他说这个是军方是要前进的 希特勒的愚蠢 而莫名其妙的愚蠢 阻止了这个坦克部队 很顺利 说是据说是当时因为他相信戈林空军元帅 戈林说不用你坦克出动了 这些人困在沙滩上 我飞机都可以把你全消灭 结果呢 就无论如何解释不通的从军事上 就放走了英国的这个生力军 丘吉尔说能救回来四万就好 结果将近四十万 三十多万 三十多万 这个在整个二战史上这是个转折点 要是没有这个几十万 主力军回到英国的话 英国后来能不能一直抵抗下去 底气的电影里看到最后那段 丘吉尔有名的话 我们战斗在沙滩 我们战斗在田野 我们战斗在什么地方 这一段话是整个二战的一个转折点 底气就是来自于英军的这个生力部队 这是一种说法 就是说希特勒干预了陆军的行动 但是后来呢 我又看到另外一个研究 另外一个研究呢 说是陆军里边的人觉得进军太快 后面补给线跟不上 是他们提出 跟希特勒提出说 从军事上讲 这个古得利安将军的十九军啊 应该暂时停一下歇一下 说这样歇了以后呢 虽然没有打到 敦克尔沙滩上的英军 但是很顺利的后来就打下巴黎 就是解决了法国 他们认为德国当时的 德国陆军的主要的想法 就这一个阶段 我们是要打败法国 而不是消灭英军 就是这个 他就不懂毛泽东战略思想 毛主席一直说的是 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不要想着占地方 你占巴黎迟早的事情 这个几十万英军 就是有生力量 所以我搞不清楚 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电影的 所以他有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 我是从这个角度 江辉这个电影评论家 你从什么角度 我觉得男人还是对战争着迷的 对背后为什么德军会做这样 错误的判断 我和一个女性去看 看对于这个事情 看完之后 我还是跟他讲战争 他讲来讲去 就是谁比较帅 还说里面那个老船长 Mr.Thomson 这个得最佳男配角 前两年 对 演一个苏联间谍之类的 是是是 这个人这段戏很多 对我跟他讲了什么 战争历史的战略 完全没有兴趣 就对那个谁比较帅有兴趣 可是子东刚说的那个 那个里面的判断 德军为什么会这样错误判断 这个电影里面没有太碰他 可是他旧版本有 因为那个电影好看 他有旧版本 我没记错是1957 是60年代初黑白的 当然那个战争的 那个震撼力场面比不上现在 现在种种的数码科技 可是那时候那个旧版本 这叫探讨这个事情 蛮好看 里上网是可以找到的 他旧版本 就没有要战争的场面不多 然后就讲什么呢 强调两点 第一个就是英军跟法军之间 互相不信任 对对 互相要成一群 不让法国人登船 里面不是打那个法国人 对对对 可是旧版本就强调很多 就强调他们勾心斗角 谁要在里面来 占那个最高的位置 谁是老大 第二个来在旧版本里面 就是推测德国 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们虽然自己切退 很危险 很危险 可是他们也在猜 为什么他们 不过来了 很短的距离了 前面打得很顺 因为他避开马其顿防线 趴走黑森林 比利时这里 坦克部队进军极快 明明可以打过来 不打过来了 停住了 那在旧版本 他们有个答案 最后他们谈了很多 不同的可能性 希特拉什么判断错误 到最后的答案 我们也不敢意外 是什么 上帝保佑我们 上帝站在我们正义 我跟你说 这个士气 你们俩说的 我觉得都点出 这个士气太重要了 所以你比如说 咱就从远古上讲 比如说当时说 这个五王伐咒 周五王伐咒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星象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 都相信这个星星 我命中的那个星星 代表吉祥国运的星星 你想周五王是少数 这商朝的军队是大多数 为什么出来了一个叫倒戈 就镇前倒戈 你可以想想 据说当时是发生了一个什么天文现象 然后周五王就是说 你看这星星在我们天命 在我们这一边 那边他一个迷信系统都承认 那边就镇前倒戈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士气 你看很多时候 你这个两个人打 人真的都没有那么强悍的 比如说基本上来说 我发现准备好了 那两国交战 准备了多年要发动战争的那个国家 在最开始的时候 打你这个没准备的国家 你就打到你崩溃 就是你看我就记得像历史学家 这个黄仁宇 曾讲过就在抗日战争初期 就是当时为什么很多这个将领 就是要就赶死去舍生 就就鼓舞士气 就是说被打到 因为日军经过的那个训练 就是黄仁宇就是说 他听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就讲 说我们十个打不过他们一个 就是包括他们是现代化的武器 现代化的训练 你看这最后总得有一个契机 你比如说台儿庄大捷 这一下子这个事情不一样 我举这个例子是讲 我想起徐老师刚才讲的这个 就是德军当年这个绕过马其诺防线 当时这个法国当时号称是欧洲陆战第一强国 然后丘吉尔 搞了很多碉堡 对啊 突破马其诺防线之后 丘吉尔到了巴黎 丘吉尔到了巴黎 就是当时这个法国的总统和法国的陆军司令啊 就是说我们战败了 丘吉尔当时就很奇怪 说这才打了一个星期啊 他这突破了你马其诺防线 这就说明你那种兵败如山倒 就当时敦克尔克撤退之前 他是这么一个士气 就是说还打 那能逃出几个算几个 是当时是这么一个态势 这个有 怎么来说 按我们叫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 那个二战的结局 当然应该 胜利属于人民 或者说属于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的联盟 但是你看真的历史学家啊 他们具体分析的时候 一共有三个转折点 这三个转折点 他们认为啊 从具体的军事上来讲啊 完全可能导致世界不同的模样 一个就是敦克尔克 这个敦克尔克要是英军全军覆没的话 后面这个Britian空战啊 就很难说 就英国守伦敦的这个空战 就很难说 那要是英国不能抵抗下去的话 整个大英帝国被德国 德国可能暂时不打苏联了 所以这个结局不一样 第二个 我小时候看最感兴趣的就是 你知道他们弄了一个巴巴罗莎行动吗 12年6月22号那个 但那个行动本来是提早大概半年多的 41年的什么时候就要做的 就是南斯拉夫啊 这个是瓦尔特保卫萨拉人 他们是很小的一个地方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捣乱 他们一动 他们一动以后把意大利的人打掉 希特勒火大 因为希特勒那个时候已经地图上看好了 跟所有德军研究说 六个月把苏联从地图上没掉 他都不相信 他觉得他完全做得到 41年要是出现这个巴巴罗莎行动的话 情况就完全 结果呢 巴尔干特里一捣乱 意大利不禁打 要不禁打 德国就要去帮他那个小兄弟嘛 我们无数看阿尔巴尼亚电影都是这样 就是意大利不行了 德国军啪开过来了 这一开耽误了半年 这半年啥意思啊 你们想想看 当初德国打到莫斯科城下 是42年的11月7号 我们记得啊 红场阅兵 如果德国人那个时候有六个月的时间 如果不是天寒地冻 那莫斯科能守得住吗 当然我们反过来讲 就算守不住 想想拿破仑 伟大的苏联是不能被消灭的 等等等等 但是实际上那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我不多讲了 如果我这个小时候看这些苏聪凿的 如果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这个就是坦白来说哈 就是我俗我眼镯 就是说我就发现呢 你像诺兰的这个电影呢 他就是没办法让你像傻瓜一样乐乐呵呵看下来的 就是也恰恰是因为有个提醒是他拍的 所以呢 你我你看我看出 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啊 他就是坚持用这个胶片 IMAX胶片拍 所以他们就说得看那个大屏幕的 我就看出颜色 那种那种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颜色特别的 写真的 还是让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那种海的颜色 天空的颜色 而且就说 这次他也是就往真来拍啊 包括这海滩上1500人就是1500人 哗其啪下 本来现在这电脑特技都能做 但是诺兰有一个执着 就是他总觉得观众做的再好的电脑特技啊 观众也看得出来 所以他就有他的一种坚持 但我说的还主要不是这个技术层面的 我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气氛 其实他这个片子啊 就是听说 我听说啊 就是作曲啊 配乐啊 都特别讲究 高潮的这个设置 但是我用一个不准确的词啊 他跟我习惯于 或者我想象当中 要看到那种战争片相比啊 我反倒觉得 他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反高潮 就是他们也出现了一个词 叫沉浸式的电影 沉浸式的电影 什么叫沉浸式的电影啊 就是你看 他滤掉了刚才 徐老师说的这么多的背景 也没有通常的双方指挥部 战争怎么的信息 包括战友们的一封信 妻子女友 没这些 对吧 甚至呢 不是特别着力于刻画一个所谓人物 主人公的性格 你这些主人公都找不到 对 那三个人一定要分清楚到底是哪一个 对不对 对 所以实际上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有一种焦虑的感觉 就一种 就不是特别热闹啊 跟咱们那种 他不热闹 不是典型的战争片 反而有点这个形单影之 望着摇摇的对岸 然后呢 他是那种有点压抑 就是跑得了 跑不了 完全就是这种生存 所以就他们就是说 对面就是家乡 对英军来说 对面就是家乡 但是很大的概率 你这可是回不去 他的那种情绪 就我确实感觉到 嘉辉你就看片子很专业 你说这种未掉点 是一种什么掉点 没有很明显嘛 因为他在处理一个题材 那么重大的历史事件 大家都知道 大概知道这个胜负 这个情节 所以他不需要 他没有 他的选择 当然不会去 计造悬疑嘛 因为只有我们当不知道 胜利最后属于谁 才有悬疑可疑 所以他不会这样处理嘛 所以他就选择用这种 或许 网路策略的铺牌 有不同的人 每一个人面对的 都是什么 选择 包括了那个船长 我刚说 Mr.Thomas 我很喜欢那个 他演得真是好 那么沉着 完全是我们一般 期待中的英国人 我心中有个使命 有个mandate 有个taming 我就是要去救人 可能对不起 牺牲小孩 牺牲这个 那么沉着 不会狂躁 假如是真的 那个故事发生 但是美国人为背景 我们就可以想象到 船长 呱呱叫 他很沉着 沉着的 就这样去做 每个人开飞机 飞行员 每个人领导 司令官 每个人在那个moment 在那个时刻 他要的是勇气 还有意志 你要做他的选择 这样才是动人 所以你说 不会好像战争片 期待他打来打去 你像美国那些个战争片 就是有点烂情了 我就会觉得 就是那个感情之澎湃 他这个呢 你感觉到的 他在一种 很有意思的一个感觉 你比如说 像你刚才说的 他这个飞机 都是真的 而且你知道 二战的飞机作战 他那个时候的飞机 据说你看着 打打打机关枪的 那个准头 比从这飞机 往那射击扔手榴弹 抢不了多少 走 然后自己打冲了 没错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就是说 那个时候 比如说人的一种处境 国家 民族 可能啊 他未必是这士兵琢磨的事了 那个时候 只有一条心 就能不能生存 能不能逃 所以就像 徐老师刚才第一趴讲的一样 这个东西很有哲学意味 我听他们有的评论就说 撤退 但是撤退就是真正的转机 就是 历史上按说 你是个大撤退 可是这次成功的撤退 超出了预期 成功的撤退 就那个时候 兵败如山倒之下 突然间就感觉 好像英国人 从这个撤退当中 得到了某种底气 还是得到了某种天命 得到了某种上帝的 这个暗示 是吧 我们原计划三四万人 结果撤回来 三十多万人撤回来 原来以为撤到自己国家 要被人骂了 因为我们打了败仗回来 结果回来以后 会杯牛奶 对 这个乡亲们 给他们喝一杯东西 疲劳了一塌糊涂 上了个火车 乡亲们开着自己的游艇 过去 救子弟兵去了 这就是勇气 这等于是说 你撤退 理论上是因为 你打败了才撤退 撤退 回来鼓励加油 我肯定的是你勇气 那个部分 当然还是因为 你为国家冒险 不过这个电影 在那地方 我觉得是隔了一层的 这个在欣赏效果上 我相信大部分 内地的观众 不如看《战老二》 那么亲切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中间 有一个就是写实的 这个阶段 在西方这个题材 是拍的就是无数了 所以大家都尽人皆知 所以他现在这个电影 可以在写实的基础上 拍出一些艺术性 而对于内地的观众来说 这段史实本身就不太熟悉 你一下子就来这么多的艺术性 而且他没有主要的人物 没有性格刻画 但是他有一点 我相信大家 你会觉得生灵其境 特别生灵其境 就是当飞机来轰炸的时候 你作为这个1500个人 里边的一个任人宰割 对 飞机上来 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你的命活不活 完全不在你的身上 真是在上帝身上 对不对 这个德国的 而且他不像有的片子 前一阵还有个英国电影吧 讲什么忠诚 就是也描写这个战争场面 拍的很热闹 他最大的特点是这么一个海滩 他拍的不热闹的 你发现没有 有点寂寥 对对 一千多人在那里 其实就非常荒谬的一个情况 而且真的不仅知道 自己的命在哪里 当然更无从知道 世界的命运在这里决定 就是说这个是根本完全不知道 你想那些车船的人 只是尽一封义务 但是这个现实感真的很强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 你在那里排队 还很好的排队 还收次序 飞机来了 你这个无助的等待轰炸 第二个就是那个飞行员 飞行员可以走了 飞行员可以走了 但是他亲眼看到的 他完全可以离开 他在战场 他也打赢了 他看到对面这架飞机 他会造成下面什么样的损失 所以我无论如何 我宁死 也在这里跟他交叉 他降落到德军的阵地上去了 最后 最后那个飞行员 不是 还是回来了 最后回来 只是他早就可以回来了 他油都没了嘛 他不是油箱都没了 他是别人告诉他 你的油箱还能飞多少 他之所以最后一直打 就是因为他看到下面有船 船是英国的 然后有个德国飞机 这个时候 飞机就等于小龙女的 那个龙啊 你看 你有飞机 下面一个大船 坐了几千人 一下子就可以沉掉 所以这个飞行员 他就有责任 来抵抗这个德国的 那个飞行员 就这么拼死的 对 而且他好像是 好看好看 他是英国范儿的 他是英国范儿的 他不是扯着鼻子 不是扯着鼻子了 他不是那种 他听很沉稳的 他做着一件 生死攸关的事情 但是好像就像是 平常应该上班一样 那样去做 英国范儿有这么一种劲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where are we going Dunkirk there are 400,000 men trapped in one place on a beach their backs to the sea the enemy closing in all around them and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y face surrender or annihilation and the fact that this story does not end in either surrender or annihilation is what makes it one of the greatest stories in human history I'm not going back there's no hiding from this sun 你看诺兰 要不说 他们就说诺兰 永远离不了 这个时空交错 这里边就说是 你还得有个三条线呢 是空中一小时 海滩上是什么一周啊 还是陆地 什么一天呢 它是这三个时间线索 而且呢 这三个时间线索 时不时地就互相呼应 对对对 有时候你从飞机上 看到了刚才被打中的 那个船 从船上看到了 刚才空站的那个飞机 同一个事情 它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 同一个事情 刚才是空中拍的吧 现在是从下面来看 对 可是除了这个 除了是它的风格 我觉得很讨厌 现在的电影 十部有八部是这样的 因为你看电视剧 受电视剧影响 都是剪的 这一段十秒钟 讲完故事 马上转另外一个 然后90后的观众 都是这样来看电影 那看到我这种脑头 现在看电影越来越累 有时候跟不上了 每一部片都是这样跳来跳去 当然也有拍的好 跟不好的差别 像刚才说 那个在海滩 那个气氛压得很好 不管是英国范 还是导演的功力 他完全那么无助 飞机来 无路可走 就当然抬头 或者说蹲下来 这样子 可是那两个小孩 有一幕我最感人 抬着那个 那个 那个 抬着那个受伤的兵 有没有 两个人不用讲话 看一眼 就继续走 这是一点都不伟大的动机 他们抬一个兵 是为了自己逃 对 对不对 只是为了自己